歡迎收看Yogi爸爸解體給你看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作業54的第五題 好那這是一個rotational 那個angular angular momentum 手痕的問題 好,不好意思,因為今天喉嚨有點癢 所以講話會卡卡的 來,首先我們先看到 這是一個子彈去打一個木塊 然後,木塊會讓這整個在旋轉 好,那第一個問題 它要求我們的整個block rod bullet system的 那個inertia 那很簡單,其實我們就把所有的資訊都找出來 所以這一共有幾個,一共有三個component 第一個是子彈 那子彈的話就是M bullet 乘上它對那個A點那個轉軸的距離 是L平方 然後加上呢,這個block 好,那這個block 也是對那個L的一個距離 所以我們是,剛好都是B L平方 然後加上這個是一根棍子 然後它rotational不在中間是在邊邊 所以是1 3分之1mL平方 那這三個加起來以後 好,這只按機關機就好了 0.20508 好,第一個問題就這麼解答出來了 好,那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用那個 NQ Momentum的手痕 好,那不過在這開始之前呢 我先做一個小小的證明 又,只要是這一個點 像Bullet這樣一個點 或一個block對這個A這樣的 NQ Momentum 我們應該都可以這樣用 NQ Momentum的公司是什麼 i等於 iOmega 就是等於 比如說像Bullet對它是 mL平方 然後呢 那Omega又等於什麼呢 是V over L 所以答案就可以變什麼 MVL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一個 好,所以 子彈 MB 然後乘上它的速度 我們不知道它的L長度 然後等於什麼 好,我們它碰撞以後的 好,Rotational Inishat 乘上它的NQ Speed 那NQ Speed它也給我們的 好,所以是 直接把數字套進來 好,那這樣子彈算出來 V就等於 512.7 好,是不是 其實只要掌握那個 NQ Momentum的手痕 我們就可以把題目都做出來了 3D 4D 4D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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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6D 5D